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大阪米芝蓮的车他人美食推介 多了一間Shabu Shabu的店 就是這間叫Yasuda的店 究竟可否吃呢 我們馬上進去看看 要片出一塊美肥牛真是不易的 更何況要在一大塊和牛一邊 片出每塊重120克的肉呢 70歲老闆安田凡就做到了 原本是電線技工的他 40年前轉行去到洋食餐廳做 後來終於開了這間Shabu Shabu店 一做就20年了 更成為首間米芝蓮Shabu店 三日前的朝日新聞 有客人的電話來電話 叫做祝福 對於電話來電話來電話 對於能夠打入米芝蓮榜 他都認為是做料理人的最高榮譽 不過想試他的手勢都不容易 因為一定要先訂位 而且還有一個條件 記者當日都見證著他 拒絕了酒店幫香港人訂位 香港人想吃就要認識日文 或者找一個認識日文的朋友 雖然看他的樣子好像很嚴重 但其實他都有熱情的一面 當整份Shabu Shabu上了桌後 他會親自幫客人錄菜和牛肉 他說牛肉要先錄肥膏的部分 那菜才會甜 然後再反轉錄肉 錄兩三下就可以了 那現在就跟老闆教的吃法 那就點一下這個 老闆自己做的醬汁 它的醬汁是酸酸微微的 然後再加上少許這個 是日本才有的 辣辣的 那攪拌下去 又不會搶到牛味 但最棒就是牛肉 入口就是 還有質感 很滑的 還有肥膏那個 那裡就不會太肥 吃完也不會太膩 吃完菜和肉 老闆還會加綠茶條麥麵入湯煮 雖然一個餐只有五塊肉 但把麵吃完就剛剛好夠飽了 三千多日圓 有鹿兒島黑毛和牛吃 都算非常超值 不過記者覺得最滿足的 都是這裡細鋪的氣氛 老闆會親自埋桌招呼食客 而食客之間 就算不懂也會聊天 在香港實在很少見